先是要把村中的街道都打扫干净 每天务必保持洁净 最好是每户轮流直搬 各位叔叔婶婶 家里明年就可以多种上一些青菜和鸡鸭鱼猪肉 等客人们来的时候 全部都现抓现杀 还可以让镇上那些学子和富户 也自己亲自体验一下抓家禽 也是一种乐趣 决定好要代客的人家 需保持卫生 清理干净 这样客人们吃过食物才不用闹肚子 凡是拉里拉他脏兮兮的 有礼政和足劳审核之后 不通过的便不能赚这份钱 还有一些会手艺的 也可做些小东西 吸引来村中赏花的顾客买来做纪念 主打的就是要干净 卫生 卫美 好玩 让人流连忘返 这样来过的人 回去以后口口相传 我们村中才能一直营收 口碑是很重要的 四人带头鼓掌 铃声叫好 乖宝就是能耐啊 瞧瞧这小脑袋瓜 新的就是好用 家里的那些臭小子 哪个能比得上乖宝 秀水村的乡亲们也不傻 几乎全部都听明白了 他们明白 以前闪闪发光的小姑娘 刚才讲的每一个字 都是在为村里人谋福利的 不如 这李正就给云老头做 反正跟乖宝是家人 做起事情来更为方便 你个老东西 从小到大算计 我不计较了 现如今 还想让我家乖宝来 给你做苦力啊 这 这可让李正突然清醒了过来 联盟往一边跑 有本事说话 那你别跑啊 那我揍不揍你 瞧瞧 这两人呢 从小关系就好 一直闹到老 真是溜溜溜啊 哎哟 老东西你别追了 刚才就是说顺嘴了 我心里可真的没有那么想 哪能让乖宝做这样的事情啊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村里能不能赚钱就看你的了 以后别来烦我村女 哎呀 坑爹的发小 这么大一口锅就扔给我了 一个瞬间 脸上就带着贼兮兮的笑 刚准备开口 闭嘴 老鼠皮想都别想 我还要给乖宝 看山上的树苗呢 没时间打理你 我可太难了 这老东西越长年纪越近 一点也不好哄 没有小时候老实 呸 不然被你哄着做苦力吗 坏东西 没什么